黨政焦點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週日來到新北市 常立北新莊競選總部 除了替現任令委輔選之外 在台上赤詞的時候 賴清德也針對重啟服貌的爭議 評評在野黨 是要走回依賴中國大陸的老路 賴清德動算 手拉手勾喊動算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新北市北新莊的競選總部 正式成立 一起出發 把戰旗交到主委手中 象徵責任的托付 現場更邀請到民主前輩 今年已經高齡81歲的 前台北縣長尤清 輔選聲量依然中氣十足 賴清德更把炮口對準 在野黨的兩位選戰對手 在野黨無論有一個團隊 都是要走回頭路 因為不是要接受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不然就大聲話 兩岸一家親 不約兒童都要推動 服務貿易協定 他們這都是什麼 怕依賴中國的火頭路 大家說是嗎 賴清德重申 台灣不能走回依賴中國的老路 同時也細數政績 大力替他的老戰友 在地現任立委吳秉睿浮選 那時候國民黨 要強行通過服務貿易協定 吳秉睿在氣壁好 教宵好 就依照小美琴 要絕食抗議這樣 絕食抗議 要抗議幾天 我們準備要絕食抗議 七十天真真好 這些歷史都不記得 新北市賴清德的故鄉 同時也是選戰對手 侯友宜的大本營 賴清德積極拉票 爭取更多支持 記者鈴聲就黃偉才 SNG傳總新聞報導